为配合国际民航组织定立的航空保安文化主题 机场管理局、香港警务处及机场保安有限公司 三方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 在香港国际机场举办了多项推广活动 希望达至航空保安人人有责这个核心价值观 航空保安涵盖不同的范畴 以下将会为大家重点讲解 机场禁区通行证的正确使用及注意事项 海天客运码头接运系统 无人看管的物品 报告可疑人士或事件 机场禁区通行证的正确使用及注意事项 机场禁区通行证分为七种颜色及三种批注 代表辞证人所授予的通行区域及权限 辞证人必须严厉依从签法条件 如果有违反 通行证可能会被撤销 而辞证人也可能会被检控及罚款 近年违反机场禁区通行证签法条件的案例有上升趋势 辞证人要留心以下几个使用通行证必须注意的地方 正确展示机场禁区通行证 机场员工在进入、逗留以及离开机场禁区期间 必须将机场禁区通行证配戴在外衣腰部的显眼位置 作适当的展示 尤其在下班时 千万不要将通行证围留在禁区内 例如是储物柜或洗手间 以至无法按规定展示通行证 辞证人所授予的通行区域及权限 只能够到指定位置 不得跨越其他范围 如果有未获授权人士进入禁区 即属违法 辞证人士在进出二楼行李大堂时 需要特别留意通行证上的批注 机场员工操作设有进出限制的大门及升降机时 必须时刻提高警觉 以防附近有任何非获授权人士 美除闯入 进出时 亦已确保大门已彻底关妥 才可以离开 海天客运码头接运系统 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 海天客运码头 所有乘搭快船前往内地及澳门的旅客 请于此站下车 机场职员乘搭无人驾驶列车 前往海天客运码头时 要注意 乘坐无人驾驶列车 抵达海天码头后 所有乘客必须下车 如果需要回到一号客运大楼 必须经过安检 并转成另外一班 前往一号客运大楼的列车 所有持有禁区通行证的人员 都需要小心看管个人证件 不可以借给其他人使用 而且必须严格遵守保安守则及指引 辞证人切勿以身示法 企图使用过期他人的通行证 又或者在非办公期间 使用机场禁区通行证 进入机场禁区 当通行证有效期戒满 被暂时撤销、取消 辞证人不再受贡于保证 所属机构 又或者在任何其他情况下 无需再使用通行证 就要立即将通行证交还相关部门 所有进入高度保安禁区的人士 以及所携带的物品 必须经过保安检查 看看有没有违禁物品 如果有工作需要 携带工具进入高度保安禁区 就要在指定的职员通道 填写违禁物品申报表 表格上申报的理由 必须与工作性质相符 同时不可以将工具 用作与申报理由不相符的用途 进入高度保安禁区之后 必须妥善保管有关的工具 不可以随处摆放 无人看管的行李 有机会是恐袭手段 例如自制爆炸装置 员工要紧记 切勿接受 或者答应其他人 保管行李或物件 以免对个人或他人构成危险 经常员工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报告任何有机会对机场构成安全威胁的 无人看管行李及物品 如果发现无人看管的行李或物品 请即致电2183-9074 向机场保安有限公司机场中央控制中心报告 现时机场保安选者行动小组 已经全面投入服务 增强应对航空保安威胁物 例如发现无人看管行李或物品 也会执行爆炸品搜查工作 报告可疑人士或事件 如果察觉任何可疑情况 请即通知就近保安人员 或者致电2183-9074 向机场中央控制中心报告 也可以致电999通知警方 维持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保安 是每个持份者的责任 因此所有机场职员都应该刻尽己任 时刻提高警觉 留意身边可疑活动 确保机场高度安全 如果发现任何可疑人士 物品或举动 请即致电机场保安有限公司 机场中央控制中心 电话是2183-9074 航空保安人人有责 继续